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最近董建華老董又走出來接受專訪 在這個專訪當中就有一個亮點 當這個主持人問到他 香港的法治和經濟自由都在國際社會當中明列前茅 財政儲備就比97年的時候增加超過4倍 為什麼香港市民依然這麼不滿要走上街頭抗議呢 老董又怎麼回答呢 有很多原因 最重要就是過去20年 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變得非常大 08年的金融危機產生了新的問題 不單止令貧富懸殊更嚴重 亦都令到房屋變得非常昂貴 很多人認為一輩子都沒有辦法置業 足以使得任何年輕人都非常不開心 老董這些答法 正正就是顯示得出 這群人對香港的問題和矛盾 是有嚴重的誤判 北京的領導人經常叫特區政府 說要認真看待和處理深層次的矛盾 要求他們總結經驗 查找不足 結果他們在過去的20多年以來 不停聚焦於這個所謂房屋的問題 就用房屋問題作為一塊遮醜報 遮什麼醜呢 就是遮住這個政制發展 停滯不前的醜 就是遮住一國兩制 沒有辦法在香港確切落實的醜 經常就用這個房屋問題作為一個轉移視線的一個手段 是非常無賴 過去的20多年都是這樣做 這次又是這樣 為反送中的運動 嘗試找一個推堂的藉口 賴這個房屋問題 在反送中運動的初期 建制派 左仔 經常走出來說 這些就是外國勢力干預所引致 遊行的人全部都是收了錢 他們嘗試 找一個外部勢力作為一個稻草人來打 不願意面對真正的民意和訴求 可惜他們腦點的人實在太少了 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計算中票也不過是四成 而這個收錢遊行率 在經歷過多次的抗爭運動以後 根本上就已經是破產了 到底哪一班人才是收錢遊行的 市民也是心知肚明 沒得屈的 賴不到 到了這個人權法通過的前後 開始他們就轉口風 因為賴不到這個外國勢力干預 沒什麼人相信 當然核心那些藍絲心藍就會相信 但是其他人完全不相信 於是他們就開始製造一些內部矛盾 出來轉移視線 比如說這個教育問題 歸咎那些教師 就說他們的教師煽動學生上街 又歸咎這個通識科 通識科的教材 洗到那些學生 全部反政府 因為他偏頗失實 另外就歸咎這個房屋問題 就說那些樓價貴 那些人買不起樓 所以就上街示威 完全就是對青年人的一種污衊 這些說法 對嗎 而且當時工聯會的吳秋北 甚至乎就把這個甲蟑螂的帽子 扣到李嘉誠先生的身上 但是當李生使出應急前的計劃 就把這些民工武嚇掃得一乾而淨 這個應急前的計劃 在黃氏群體 在青年群體中間 博取了很多掌聲 為什麼呢 這些真的是實際 甚至乎我們看得到 有些示威的現場 那些年輕人 走到這個白街 屈臣屎 甚至乎是封閘的門口 去鼓掌 這是發自內心的 尊重 其他的地產商有捐地 竟然在這個大時代當中 是犯不起半點連儀 沒有什麼迴響 甚至乎沒有什麼掌聲 為什麼呢 顯然就是告訴你 房屋問題不是推動反送中運動的因素 不要再拿來 作為轉而視線的手段 過去的二十多年 特區政府是非常成功 拿這個房屋問題出來 不斷炒作 就把房屋問題這個鍋蓋 蓋上政制發展 停制不前這個鍋 以及一國兩制不能確切落實這個鍋身上 根本上是不對題 風馬牛不雙及 蓋上就蓋上不了 對嗎 而且不斷將房屋議題發酵 試圖掩蓋終極原因 比如說他們搞什麼 丁權問題炒作一大餐 土地大辯論炒作一大餐 實稱民間的參與程度有多熱烈 大家就心知肚明 哪有人理你 你自己在玩而已 一會又明日大雨 這麼說一大餐 而且誤判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 只是搞經濟就可以了 只是搞民生就可以了 不需要搞政治 你漠視市民在這二十多年以來的政治訴求 尤其是青年人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 不斷拿房屋問題出來討論 就想蓋過其他問題 但很明顯你是沒有心來解決 你也沒有能力來解決 我們多次在這個節目講過 香港的房屋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並不在於土地供應不足 而在於你根本沒有辦法控制到的需求 其實就是人口的問題 其實就是移民審批權的問題 一天沒有民主 一天你也解決不了 為甚麼這麼說 每天有150個單程證的配額 加上專裁計劃 和下來香港讀石士班的所謂港漂的學生 這些全部都增加了我們香港房屋的需求 不管是公屋或是私樓 而且那些所謂港漂學生是深受香港的業主歡迎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交租就交租一年 十幾筆就交給業主 你是業主都喜歡這些租客 一次過就收了一年的租金 而且還不需要擔心它是租霸的 因為它已經給足夠錢 這樣來說 對於香港房屋的競爭 就是大了很多 香港人就被迫住劏房 所以是解決不了的 你要解決房屋問題 就要解決移民審批權的問題 要解決移民審批權的問題 就先要有民主 所以也是回到政制的問題 對不對 定時定後就把房屋問題搬出來做大器 你是滅視了青年人對於爭取民主 和公義的熱誠和爭執 所以是非常之惡劣的 你不要再把房屋問題搬出來說 根本上就是浪費氣浪費時間 也沒有辦法再轉移到視線 已經被拖延了二十幾年 由九七開始到現在二零二零 是二十三年了 香港就只剩下二十七年的時間 距離二零四七 而你在這個時段 還拿房屋問題出來玩 就沒有人再相信 為什麼呢 那些地契很多 去到二零四七年的六月三十日 就到期了 誰知道你到時會不會自動續約 如果你不自動續約的話 那就可能會 屈那些業主 吐一百幾十萬出來 又不知道 吐多少錢都不知道 那些太多的不確定性 和太多的不明朗因素 還有沒有人走去這麼愚蠢 那些年輕人不相信你 現在就是基於一個不信任 所以還經常拿房屋問題出來玩 是沒有用的 而且五大訴求當中 也是沒有房屋問題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上個月做的民調 顯示 到底香港人認為 特區政府來年最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政制問題是有一成八 獨立調查委員會有一成四 回應民意和五大訴求有一成一 上年有四成一的人認為房屋問題最需要解決 今年只剩下百分之八 所以不要再拿這件事出來炒作 這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你根本上都沒有心解決 市民也在反送中運動中再次醒不得到 如果沒有民主作為後盾的話 自由一樣是沒有保障的 像今次就是這樣 與取與攜 隨時可以收回 包括你可以隨時執行緊急法 收回所有自由都可以 包括警察可以行使私刑 可以濫用暴力 而且沒有一個制度可以制行得到他們 也沒有一個處分 也沒有這個法律效果 市民已經是醒了 被你這樣拼在那些年輕人那裡 市民又痛在心裡 已經全部人醒了 你再拿這個房屋問題出來 已經是非常落誤了 還有 沒有民主的話 就對於所有的權力是失去制衡 包括你這個警權 而且有很多市民也都認為 在沒有這個真相普選實現民主之前 你搞的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也好 獨立檢討委員會也好 獨立檢討委員會也好 全部都是吹謊的 全部都是不可信的 那你死了沒有 喂 然後你就不停來講這個房屋問題 如果你真是有心來解決 真是能解決得到 都由自可 市民起碼的怨氣就少一些 你又不是有心解決 但是每次人家講到政制問題的時候 你就拿回這個房屋問題出來 就叫人家坐下來在那裡談 老董也有說 要坐下來一起對話 對什麼說呢 別人說政制 你就說房屋 根本上是牛頭不搭馬嘴 在2016年的時候 那些建制派 都尚且可以 強行把房屋問題 放在政制問題上 因為你們就不停宣傳 那些抗爭者 很多都是無業 或者是學歷水平低 或者是收入水平低一點 好了 到了2019年的時候 到了今時今日 已經是演變成了一個全民運動了 不少參加這些抗爭 這些是什麼人 是中產 是專業人士 他們沒有房屋問題 是不是 被你拘捕的 有些是醫生 有些是律師 有些是護士 有些是區議員 有些是消防 有些是公務員 這些沒有房屋問題 是不是 中學生沒有房屋問題 初中學生沒有房屋問題 為什麼你還可以大言不殘 不停搬這個房屋問題出來說 是不是 你再不去解決這個政制問題 你有什麼效果呢 只會令到新一代的人 跟你走得越來越遠 你不停想把他們洗腦 沒有作用 人家要求你在政制上要有所進步 你就不停就說 不要搞了 要不就落閘 831人大落閘 那你怎麼搞呢 所以就趨生了一個港獨出來 全部都是你自己教由自取 這些事情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是不是 所以不要再提房屋問題 所有事情都不對提 經常在這裡說 看見就猛 所以一定要駁斥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